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搭建竹棚架施工程序的重点。 竹棚架需由附经验工友搭建,即由合资格人士验收。 有棚纸方法后才可以使用,即每两星期需附检一次。 柱、垂直杆的连接长度要超过三条横单的距离,还至少要有两个绑扎点。 横单的搭接长度最少要有两条垂直杆的距离,最少也要有两个绑扎点。 优质的棚架需工整有条理,柱和垂直杆要垂直,横单要够平,没有弯曲和大度,每个距离要相近。 在建筑期间要注意竹棚架的维修和稳固性。 棚架上面不可摆放过重的建筑物料,未经许可,不可以拆走连墙杆和撑杆。 棚架上的围网或帆布要扎实,不可以有缺口。 维修棚架不可以直接搭建在悬壁岩棚上面,要用脚铁架承托。 拆楼棚架高度要保持高过拆卸楼层,要经常修补被打穿的帆布和铁皮。 山台的底部横杆要扎实,山棚的工作台要搭得平稳。 招牌架的连墙杆要够力,绑法就要朝墙而且要同一方向。 拆棚必须要依照批准工序进行,不可以飞除和破坏任何已完成的装置。 在棚架上工作,个人安全措施要做好,即不可以破坏棚架上的任何装置。 承建商要做好监察管理工作,及定期修棚来确保棚架安全。 在建筑工序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。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,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,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。 齐心合理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,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。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式。 1分钟,我 Faiz Obrigado,平安宁。